我说话你没听见哪 老李太太 这是我家 你十几年没在村里了 我没把你撵出去 那就是客气 你到处嗓不啥 我老长时间没见到 真是天哪 看什么 一会儿真假的 你拿到这门口了 我这小眼 这俩们家来了 咋子 这老铁太太挺厉害的 这俩老太太长上了 老有意思 你说我这天天一位 然后有个人 你不看这儿干啥 一件事 这还节俭闷了 真是节俭闷 都是故事 干啥玩意儿 别说 来 晓忆 晓忆 咋回事都来我们家了 不到咋回事吧 你老丈母娘来了 春花她妈来了 想的倒霉 春花她妈是你老丈母娘啊 连没她妈呢 等会儿 谁妈呢 你妈 我 我妈 妈呀 李安梅 你这一来可有好戏看了 里边请啊 还没来呢 干啥呀这 你来就好啊 你干啥 你干啥 来来来来 你干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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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 你没行一天就 走 你快来来来 快来来来 快来来 这酒 这酒 爸 你咋来了呢 跟我回家 站住 收走就走啊 老李太太 要走你走 安眉留下 我带走的是自己的闺女 你给我让开 嫁急随急嫁狗随狗 安眉进了铁家 那就是铁家媳妇 你带不走 大招妈 你身体不好 我不想跟你死吧 到这把年纪了 自重点好不好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先锋四林可都看着呢 安眉你说带走就带走啊 那我们大招脸往哪儿割 我们老铁家脸往哪儿割 你们家大招是有妇之妇 勾引安眉 还想要脸呢 妈 这事你得问问你闺女 到底是谁勾引谁 谁不要脸在先 你到底走不走 走啊 妈 我不回家 你这个作孽的东西 我的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黎晨 你先别生气呢 有啥事 当然这么多人面说也不方便 咱坐下来说呗 还是那句话 你要想好好聊聊儿女的亲事呢 那咱就聊 要想带走安眉呀 门都没有 好啊 好啊 今儿个 我还就不走了 咱们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说个清楚 不 善儿 妈 来 坐 别忙活了 你看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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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去吧 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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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好失拉村干嘛去了 我不管你现在在哪里 你马上给我滚到老铁家来 我今天就把你们俩的事情 说个一清二楚 现在 胡说小姐 我有点事出去一下 一个小时你帮我看一下去吧 好的 您放心 谢谢啊 有事拿我电话啊 好的 好了 妈 你给我哥打电话干嘛呀 怎么了 我为啥不能给你哥打电话 阿佩来了 阿佩来了 妈 您到这儿来了 跪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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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问你 你到底有多少事瞒着我 妈 我 我生你养你 到头来 你什么事都瞒着我 不光自己的事瞒 连你妹妹的事你也瞒着我 你爹走得早 长兄为父 你都做到了吗 妈 你妹妹走到今天这步 你有责任 妈 您消消气 是 是 都怪我 怪我没管教好妹妹 妈 是我的错 您别生气了 我们家祖祖辈辈医劳本事 不是树香门帝 没出过状元秀才 可是我们懂得礼仪廉耻 看看你们俩 这到底什么事啊 铁大壮和田窗花一顿好好的混音 怎么就叫您俩给拆得四分五裂 你们俩到底想干什么 妈 不是您想的这样的 这事长了 回头我慢慢跟您说 还慢慢说 慢得我进了棺材啊 你就不用说了是不是 你说 你和田窗花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